E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哈囉 歡迎收看最期的 你要賣多少來到現場 看到嗎 鏡頭看得到 看得到 直接破梗 今天估的是這台 2012年的 BMW 520i 這個是F10 你會不會分BMW的那個 不會 其實我有時候也搞得亂七八糟的 反正是F4代再來變G4代 那E從哪一年開始 E喔 到哪一年結束 它的前一代是 E嘛 它的前一代是160 差點被你搞倒 反正現在新車一直出 什麼W211 W212 那變入的也是 底盤代號這樣分不太清楚了 它這個都是底盤代號 是喔 是底盤代號 F10是底盤代號 所以F10有 5R0 5R3 5R5 5R8 530 535 M5 對不對應該是啦 我不知道 反正F10就是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 我們沒拍過吧 幾年前我們曾經拍過E60的 有沒有 那全部了解 大家是不是看到都沒有後續了 因為每一台都了解 5字頭喔 我真的很少收 今天它來了 好不好 佈滿了 這是怎樣 它還是停數下吧 跟你一樣 不是等一下 它這個已經不叫停數下了 我懷疑 它停在 不是 分佈了 要是有兩下 會看人家在那邊揮旗子 你看看 有嗎 那個會這樣跑回跑去 我懷疑它是停在 鴿子的那個巢穴的下面 對 這這麼大部 這一定是分佔的啊 不過沒關係 大家也有都知道 小獅看的是什麼 內在 對 是很難得喔 我們雖然是看內在 你像我娶到我老婆 是難得是這種 內外在兼具的 叫到 所以七早八早 就把它定起來了 類似這種感覺 那叫叫叫叫叫嗎 蛤 那個叫叫叫叫 那個叫叫叫 叫叫 蝦貓放上10號子 所以七早八早就先牽起來了 好不好 記得這集叫我老婆要看 我最近零用錢看會不會變多 哈哈哈哈 六百萬剛分嘛 總是要說一些好話啊 蝦貓放上10號子 哈哈哈哈 接下來看可不可以再往下 繼續達成下一段的 下一階段的目標嗎 下一階段是什麼 下一階段就是這個 套派嘛 小牛之類的嘛 好啦再顧一下 這我很少顧啦 因為我對五字頭 有著很不好的回憶 賣這個車都賺不到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它的那個頻率跟我不合 你知道嗎 對啊三字頭 二字頭一字頭 我覺得多多少少 都還有在販售 好像還可以削一點狼 削一點狼 現在有年輕人聽不懂嗎 我聽得懂 2012年的好不好 審電可想而知 後面是有行李箱的 我們先不要看這一些鳥屎的部分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它原本體質的 漆面的部分好了 這個輪胎還不錯啦 看起來是這個馬牌的 可以喔 這個呢 PC6 SSR 20年的 台語文還蠻不錯的 這都膠下賽 你看喔 外觀 沒有怎樣耶 這樣沒什麼傷 福玉出現了 沒有啊 除了膠下賽而已啊 其實錢包桿都沒有傷 這還是顧得不錯 來我看一下內裝 這種車99 尤其銀色的我最喜歡 為什麼 當初買銀色的五字頭 絕對是 正常人 正常人 比較不會有什麼 藥劑師 做金融業的 棒球隊那種 如果今天是黑的五字頭 那就有可能 啊又沒有改裝 我就喜歡這種沒有改裝 當初會買五字頭銀色 一定是社會中間分子 傑出人是中小企業主管 我講的沒有說 新車也要兩三百萬 當初要花那個錢買 這一定是一個中高階主管 最少也要這個level 買個五字頭派頭 還不買黑的 黑的比較兇嘛 現在那個網路流傳嘛 路上最不能按喇叭的幾種車之一嘛 一種就是黑色的BMW 一種就是白色賓室C300 現在還有一種就是白色的Alpha Alpha是黑白色盡量都不要按喇叭 比較好 那很吃辣的 那一台車載七八的 哈哈哈哈 那巴尾很吃辣的 電動滑門打開 是幾天的 幾天繞 好不好 所以它不是黑色 我覺得基本上 在我的刻板印象裡面 就加分了 那現在我先來看它的里程數 可是它這個 用膠帶臉 環保漆 這都有環保漆 可是這個不能尿它 因為真的這台車 就算它很固 都還是會這樣 這個腳不是很長 來看一下里程數 唉唷 要去的咧 迎賓模式 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韓國路在上面 七萬四 來來來 人家 一二年了 一年開七千而已 跑很少 中控台 意外這些案件 有 你看這個調封的有沒有 就是十台 十二台的東西 這台算保持得不錯 這裡還沒有 對不對 這當然是線傳排檔 這裡有 這樣就沒辦法 這樣沒辦法 每一台都這樣 DMW 這個F4代的車子都差不多是這樣 不要說DMW啦 冰式我看也是差不多 現在冰式的車也是越做越爛 那種新世代的冰式有沒有 像我以前那個A250 那個年代1617年的也一樣 暗久的C300那個年代也是一樣 暗久的全部都吊起 雙B都不再雙B了 我先決定先用七模擬打一下 我覺得這台車齁 原七的機率我覺得蠻高的 我這樣看一圈我就覺得 我剛剛沒有打過喔 我手抓喔 我都打過我被車撞死 真的啦 我要給觀眾朋友看 我的直覺 我直覺 我看著這個外觀 看著這輪胎 看著這內裝 我直覺它原七的機率很高 所以我特地準備這個來打一下 它會不會叫它曬太厚 不會不會曬太厚 169 葉子版 175 175 門版 R02 183 Club 162 基本上在150到200之間 你看它平均起來都178 這個233就高囉 看我是不是沒放好 這254 原七神話被打破了 這烤過7 224怎麼樣 224就算烤過 超過200 195 194 179 靠北 這裡280 到底是 等一下啦 我是怎樣 我有碰到嗎 320 修補過啦 這個門有修補過 它烤得太漂亮吧 等一下我 這裡有烤過耶 210 不然我們跳過這邊 我們去B電話一邊看看 還是它太髒了 有可能 173 對啊 正常差不多這樣 來來來 這邊就準了啦 166有沒有 對不對 189 對啊這才是正常的 啊門你看 173 門上 179 對啊是正常的 正常的應該這樣 184 190 181 好就那兩個地方 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漆磨儀的這個原理好不好 好像蠻多人還搞不清楚 跟大家教學一下 漆磨儀就是在量它漆的厚度 那基本上整台車呢 假設它原廠出來的漆都沒有烤過的狀況之下 數值應該都差不多 就170 80 我們剛剛量起來 但是呢 如果說有特別高的 就代表什麼 曾經補土烤過漆嘛 觀眾朋友 你如果有看過我們那個愛車大奶照有沒有 他們都會先補土磨掉 其實磨掉並不是完全平嘛 還是會殘留一些原來的漆 磨平之後它再噴漆上去 你看起來雖然很漂亮 可是補過土 再噴過漆的地方漆就變厚了 所以它的數值就會高過於 原本我們剛剛量170級這個數值 而且會高很多啦 剛剛一量過兩三百 所以你只要再噴過幾乎漆 等於漆多了大概一倍厚 特別低也不行喔 如果打起來剛剛都170 80 有一片只有110 那個就代表整片都換過了 為什麼 差別在哪裡 Lensers那一集 改EVQ那一集 引擎蓋來是不是整片黑色的 對 那個是素材 素材的顏色就是黑色 然後你再噴一層薄薄的漆漆 因為素材已經完全平整不用再補土了 不用磨過啦 直接就可以噴啦 那漆就會很薄 因為只有最外面那一層漆而已 所以你量出來數值就會偏低 數值偏低就代表那個板件有換過 數值偏高就代表那個不是換的 是板烤的 但是還會有一個現象數值會偏高 也是換過 就是它去殺別台車的門板 再蓋上去 那數值會偏厚 所以呢這個時候數值偏高 我們就要去看它螺絲有沒有拆 假設等一下我們量這片素質真的偏高 我們就要去看它螺絲有沒有拆 如果它的螺絲有拆過就代表 它換了一個中古的門 它可能比如說這台是銀色 它就殺一台白色或黑色回來 再重新把它烤成銀色鎖上來 那漆一樣是很厚 但是其實它換過 如果換的是銀色車的門 那賺到 那真的賺到 但是還是會偏高 因為不可能銀色門來 完全都不用做漆 那會還是得再噴 所以還是會夾厚 除非你蝦貓碰到10號 殺來的整塊門板 完完全全 格勒紫顏色也一樣 除了銀色一樣以外 很完整沒有刮傷 直接鎖上去 連漆都噴漆都省 但我覺得這機率太可疑了 而且你還要看版本 有的版本有 鍍鉻門把有的還沒有 之類的我不知道 反正要殺到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機率其實蠻低的 那我們來確認一下這塊板件 431 你看這麼高 272 有沒有 越下面越高 259 385 我覺得它下面這塊有做過 這裡也沒有 193 所以它做一個角落而已 我來看一下螺絲 沒有拆螺絲 它直接是在上面板噴的 我覺得撞到門表皮沒什麼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你要擔心說 到底有沒有撞得更深 量這裡 143 OK 量這邊逼住 125 OK 我跟你講裡面都會 漆會比較少 因為最後 門全部關起來以後 外面還會再噴一道 裡面會比外面少 大概一到兩道的漆 所以通常骨子裡面 都會漆比較薄 所以你看喔 假設我們量外面 這邊152很正常嗎 比外面還薄對不對 那你量這邊應該數值是高的 1945 244 假設這邊有做過漆 那我們就來量內側 149 就代表什麼 撞到表皮而已 因為如果撞進來 這邊也要噴漆 很嚴重 整個進來 那這邊都要做 所以我們可以確認 應該是表皮有做過 好啦 這個門呢 我這邊看螺絲是OK的啦 然後漆其實我看起來 的確是有像做過 你燈來照一下 我覺得這裡面的漆啊 它的亮度光澤度啊 比前面的這個地方還要亮 你可以再比一下前面的 前面的應該就圓漆 一樣相對的位 對對對 它的漆應該是比較舊一點 你真的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還是你覺得一樣 沒有我覺得這邊比較舊 對不對 前面的漆 比較光澤度沒那麼亮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門板 當時噴應該有噴到這邊來 不過啊 這個我在猜 也有可能在原廠做的 因為做的是蠻 有啦 你看這裡 貼紙痕 有沒有 這是貼紙痕 我跟你講人 這個貼紙都是人去貼 你看還貼歪歪的有沒有 它不可能貼很直啊 所以它是很厲害 它把貼紙啊 貼在這個尖角 這個縫這邊 可是它這邊稍微貼歪 我們才看到一點點的 瑕疵出來 乾啊 細細的 這可能是在考驗 眼力啊 靠北啊 然後這一塊 168上面是正常的 我猜它是跟門一起被回到 對 你看很漂亮 你看很明顯 這邊特別高對不對 剛剛也是這邊特別高對不對 對啊 有沒有 有沒有 A到這裡 轉彎 被石頭A到還是什麼 用科學儀器 我們就直接 把這台車的車況都看完了 而且我們剛剛量 上半部是沒考的喔 所以它這裡真的是 做局部的很漂亮 看不太出來 這個功法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看不出它的局部烤 好厲害 這個烤漆的蠻強的 好 就這個地方烤過漆 其它原漆啦 那雖然我拆 原漆的機率很高 但幾乎 只有這一塊的話 也算90%了吧 那這個車呢 我們接下來呢 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好 剛剛門把看過了嘛 我剛剛有其實在看漆的時候 我就已經注意到 你看 每個門把都一樣 黏黏的 這個現在指甲 黑黑的 好 沒給人家刮 沒刮遠遠遠遠 還沒買耶 好 再看一下 燈殼沒有破 這車我跟你講 10台有9台都吃雞油 對啊 它這個引擎喔 我在拆 F4代的這個引擎 哎唷 喔 夭壽喔 欸 這好像我躺內褲 你知道嗎 拆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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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 這壞掉了吧 這應該是壞掉了吧 這壞掉了 完全沒有阻尼耶 對啊 這真的 打臉 內褲桌掉 砰 這個要小心啊 看我剛剛這樣開才有壞掉 好恐怖喔 它太危險了吧 好 攻擊的喔 拖車勾 欸 它這邊有防盜螺絲嗎 防盜螺絲是不是在這 沒有 去 水香機 明顯是用過的 對 抓過溫度 這明顯用過吧 我跟你講 抓溫度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在車上看到一個這個 就代表它一定抓過溫度 我跟你講抓過溫度一次你就會嚇到 所以你下次就會帶了 所以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引擎室 這個一定抱過水管 我跟你講啦 這個水管超會爆的啦 吃雞油爆水管 引擎裡面啊 滑軌啊 鏈條啊那邊回來都要花啦 每一台都一定是要花的啦 氣門也不知道要不要花啦 反正基本上幾乎這個不用看了啦 因為 看不到 拍一下拍一下 等一下 你很急是不是 我都還沒趴你就先下去了 我穿DECO這樣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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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沒有因為這個七模仪打不到 我們都打上面嘛 那我跟各位分享過嘛 有很多後面被撞擊的 因為 踩煞車往下層 插在下面 所以下面還是要稍微看一下 才能夠確定 不然上面涼沒事 全部都下面都歪掉了 對啊 這個要開真的要小心 很恐怖 你看一樣 這個車主很有愛啊 用膠帶切起來 有沒有 車上有一罐豆乳 代表什麼 有缺過豆乳 哈哈哈哈 後座齁應該是很少載人啊 椅子還滿漂亮的 你看 好不好 還不錯吧 對 然後它這個 這個就像我講的 不要像 HONDA一樣都垂下來 垂下來 對啊 那卡住多好 不過其實後座滿漂亮的 應該很少載人 你看到後座 人家可以拍一下 後座真的滿漂亮的 你看喔 它連這個B&W門檻 互訂的那個 透明腳條都 雖然沒有濕掉 可是這邊已經涼起來了 沒有濕是很好啊 但是怎麼會隔山打扭 裡面已經掛了 那應該是裡面先涼起來 然後外面才噴掉 對啊 戶架子坐椅子還不錯 這邊都還好 好啦 那就給它計算進去啦 計算進去四個門把啦 上下車的地方要注意看 有了 你看這脖子我覺得還好 稍微黑漆補一下 這邊稍微重 補一下漆就好 這我應該不會 如果它整理應該不會用 有買的話 方向盤也還不錯呢 就這邊稍微亮一點而已 對 還有這些 對不對 兩種嘛 買這個黑色回來 後來它一種就是買那個 鋁的直接貼上去 我跟你講這款車對岸也有 所以零件去那邊買 應該就買得到 然後這有 換檔快撥 好開引擎室 這也掉漆了 這應該是後車廂的吧 喔我不敢按 等一下又彈起來 一樣棒 藍家又彈出來了 不要打臉 一按就打臉了 不要亂按 好 直接把這個 按下去 有記憶電動椅在這裡 不曉得說沒有記憶 我跟你講 B&W哪裡最容易噴水 看它這11年的 B&W的引擎室 怎麼這麼漂亮 很漂亮 自然的灰塵 我跟你講 這裡 這個接頭超容易噴 這個塑膠接頭 我跟你講 10台11台就是噴這個 這個是塑膠接頭 它就是接水箱啊 你從這邊拍進來 其實水箱就在這啊 超容易從這邊斷掉 裂開 漏水或是整個管子噴掉 它只是用快速接頭這樣卡 卡進去 轉圈而已 F系列就是這個接頭 但是爛設計 Rumi去接塑膠 它做塑膠接頭 這裡超容易 快速接頭 容易爆開 那時候應該連這個水箱都換掉了 你看水箱跟新的一樣 這個太新了啦 對啊 它就是爆掉啦 它一次換嘛 這個我跟你講 它用好了我們整起來 接下來我要看眼前有沒有漏油 這個車我修到會怕 吃雞油漏油 10台11台回來都要修 以這種車況有沒有 看得出來這個車一定是 他到原廠去保養 原廠說什麼他就換什麼 我跟你講這種人很多 其實你不要看開高級車的人 開高級車的人啊 我們先假定他是一個中高階主管 或是退休主管 我們不管 但是呢 他們一定都是回原廠保養 然後這個原廠跟他講說 什麼要換他就換 泡水管回去原廠一定是周邊 叫他全部換掉 他就一次全部換掉 所以我覺得這種車 如果你能買得到 挑得到 狀況很好的 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欸都沒有看到耶 看起來還滿乾淨的 超乾的耶 我跟你講下面都超漂亮 它連引擎腳什麼 我覺得應該長得都換了 這裡有沒有看到 很漂亮 欸樸玉耶 你看冰箱很乾乾淨淨的 好乾耶 是不是藉絲黃魂啊 沒有 沒有啦沒有不可能 這個車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就覺得這個車應該 車換不錯 所以我才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 我們這種比較 店裡面比較少收的車子 我要求會比較高一點 我之前真的 買過那個160 跑太多那個都不行 那回來整理不完 燈亮了又滅滅了又亮 亮亮滅滅 到最後呢 我的心就跟著它一起熄滅了 好啦 那接下來呢 先去跟客人溝通一下 當初呢 我是跟他報價在45萬 那他今天開來 我們再跟他溝通一下 我也不知道外面是不是這樣 我就覺得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就憑感覺爆 這個車我滿有興趣的 五字頭久久也買一台 跟觀眾朋友分享 他如果不要四十大開口 不要有些客人對不對 坐地起駕這樣 我明明就報45萬 看了以後他說 我要賣50 50你來幹嘛 哈哈哈哈 沒有啦 不能這樣 以客為尊 林先生您好 這個我們跟您報45萬 這個勞煩您跑一趟 如果您要賣50萬的話呢 前面有一隻紅色的桿子 那麼我就送你離開啦 哈哈哈哈 車主不是姓林 我亂講啦 好啦我先跟客人溝通一下 了解一下事情的始末 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等我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好啦 已哭啦 已哭啦 沒有啦 真的還假的 我剛剛想要一件事情 我忘記發動了 我還不知道它的引擎機 來現在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父親的車子 交接給兒子這邊 那他們這個換新車嘛 本來是用爸爸的 這個我坦白說這個車 車格啊 我跟你講我以前 我爸是沒有那麼有錢 開這種的 我以前我爸就開Acio而已 你知道年輕人會有那種 我會靠 這個靠自己的努力 我才不會靠爸 年輕的時候會有這種 傲氣 你還沒有出過社會 你還不知道這個社會有多殘酷 會嗎 你沒有這個時期嗎 社會險惡 對你還不知道社會的險惡 跟這個階級的差異 你知道嗎 剛出社會退伍的 我告訴你 我沒有在客戶的 那時候我爸開那個Acio 我們還沒有這種的 然後呢 你如果要出去 要去玩 可以開爸爸的車 那種車還不可以 在家裡大家都說 你開你爸的車出來 覺得很丟臉 你會這樣嗎 我不會 因為你爸沒車 我爸不用車 這個觀眾朋友 有的話你底下可以留言 我剛退伍回來 會有那種傲氣 被社會打磨到現在有沒有 假設現在 我爸說 有一台法拉利你可以開 好 謝謝爸爸 那個 我的臨保堅尼平常也沒在開 是 謝謝爸爸 所以自己這樣 硬拼硬拼硬擠硬擠硬擠 去買一台K8 事實上K8也沒有比Acio貴 對 但就爽啊 靠自己的實力 買回來的 很爽 載馬子開心 所以說這個客人一樣嘛 一台五系列又銀色的 你如果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 開台這個 我就會問你 人家會說 哇泰山 哇你成功了咧 哇你這麼年輕就可以開五字齁 我跟你講 你的朋友絕對不會那麼說 如果看到我開這個車 人家會怎麼講 欸 你塞你們爸的這裡出來 我還不錯 你們爸塞五頭的 你們爸很厲害 看就銀色的 出去載馬子 馬子就想說雖然是B&W 只是銀色的 一看就知道老爸的車 搞不好車上還吊著一個玉蘭花 我從山中來 帶著藍爬草 有喔 所以就類似這樣 那個年紀不太符合 爸爸不開了 交接下來 交接下來也不開 人家寧願去買一個 可能比較平價 不用那麼高級的 所以在想說 欸這個車來賣給我們 雖然這個車真的不錯 這個爸爸應該也就蠻顧車的 好不好 發動一下 沒地方插喔 要去咧 我還在找說 有沒有地方可以插要死 欸蠻穩的啊 可是有點嗲嗲聲 我覺得它這個鏈條可能 你有沒有聽到一個嗲嗲聲 有我有聽到嗲嗲聲 我覺得鏈條可能回來要檢查一下 喔這樣就蠻清楚 很大聲喔 對對對 好險我有發動 欸這個車我修過變速箱欸 這變速箱也蠻容易壞的 欸但我覺得這不是引擎聲音欸 這應該是某個板子的共振聲欸 我想吹一下 不是這不是引擎 你看我吹的時候 有沒有 吹的時候引擎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就是可能類似排氣管啊 哪邊的鐵片有那種 震動 風震 對有敲擊到的聲音 我覺得應該不是引擎 這引擎聲音還蠻漂亮的 有沒有 引擎聲音還不錯 要不然正常這個嗲嗲聲 你引擎吹起來的時候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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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不是應該躺著嗎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知道是那個 是那一種 還是6210 6210啦 比較大隻的啊 對對對 反正都是長那樣的 就是橢圓形這樣子的啊 還不錯啦 欸我怎麼覺得 我這台車比台康興奮耶 真的還假的 有點興奮起來了耶 車空還不錯啊 而且TEMPO沒有它 我剛有看 你拍一下 這應該是停車庫啦 只是我在猜 它應該是新車買了之後 都停外面 很多人是這樣啊 沒有就是兩台車 一台沒有位置停 所以才賣掉 本來還想說撐一下啊 捨不得賣啊 最後就不撐了 就牽出來賣 我覺得這應該是最近 這幾天才停的 要不然你如果說 以現在這種天氣 它就停在外面 TEMPO找到掉下來了 欸TEMPO這個 來來來來 我們在外面我來講 來來來來 我上次聽到一個講法 就有人在那邊靠背說 不要靠背 不好意思 重來重來 我 好不好 那我先跟大家喬一下價錢 再回來跟大家分享 好啦 一句啦 一句好 最後成功 很簡單啦 7788 打個7788就好了 這都看粉絲的 有看檳榔層的 我告訴你 現在和油絕的 都想說我們不會檳榔的 真的 小吃檳榔 股份有限公司 不可以這樣 我們是真的還是正常的 一個二手車廂 在那邊宣導一下 你們看到的那些 檳榔層的那些東西 都只是伯君一笑而已 最後我們成交已經有44萬 我就說這個 剛剛講的一些共振的聲音 烤漆那個不能講 內裝一些東西讓我們用一下 其實扣很少了 坦白說 四個門板那些內裝的東西 弄一萬可能不夠 但是我對這台車的期待 沒有這樣而已 幹大事了 要不要 幹大事了 要不要幹大事 你要怎麼幹 這台車既然已經買了 我們就來幹大事 我覺得買這個價位 應該算不貴啦 我們不要再去整理那種 CHR那種六七十萬的東西 賣不掉 我們整理這種四十幾萬的 應該還可以稍微支撐一下吧 以後期待這台車 我們會再拍後續的影片 好 那今天你要賣多少 支2012年的F10 520i 最後成交價格 44萬元整 咱們下週見 幹大事了啦 幹大事了 幹大事了 這台車買回來就在幹大事了 真的幹大事 請到滴 請到丁 無聊 多大事 無聊 知名 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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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無聊 無聊 在 Its trying to stop up Girl you'll find that you wanna 我看他加油都加多少 這怎麼會加 不是六塊雞啦 不好意思 我想說 我想說加油怎麼才加300多塊 是多窮 7300加300 他加387 沒有沒有沒有 六塊雞玉米湯小 經典中暑 糖醋醬包 巧克力冰炫風 吃得不錯 吃得不錯 整套都有 YES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Ultra-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